Hello, 大家好 團線, 不好意思 難得終於邀請張秀賢出席 因為我一陣子正在看其他東西 包括做話劇 這個英俊男主角 終於今晚有時間 也是很適合時間 因為你的網站也好 宣言也好 都已經推出了 出了一部份 其他未來的活動、顧問名單 還未出現 還未出現, 陸續有來 我會劇透多一點 一下子也不會推出所有東西 現在宣言都是核心理念 主張等 另外我們正在計劃活動 期望今個月 出了第一份的政策報告 還有一個講座 希望今個月做得到 但現在全部都在計劃 但你是會以這個補選為目標 還是更長遠的查詢 這件事不關於補選事 老實說 這件事只不過是大家都想做 就是做一個平台出來 這個組織不是政治組織 強調好像不是政治組織 不是政治人嗎? 去搞一些非政治組織很正常 有分身 但我們自己都是覺得 那個組織定位是論述組織 或者是類自負 中有一天可能會發展成自負 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但兩位嘉賓已經一頸都長了 讓你解釋清楚 既然是補選 你又說這不是政治組織 又在推出活動 又不是只為參選 兩位主持人 你們覺得有什麼要問張秀賢 不如先由名字入手 你的組織叫做立言香港 可不可以先講講 這個名字的來源 和用意在哪裏 立言是 如果大家有看三不鬧 就知道 立言是其中一個人 立功立德立言 立功立德立言 就是一種 希望你說的東西 變成一個楷模 變成一個可以有影響力的東西 成一家之言 這樣才算 因為我們都期望成一家之言 因為本身我們覺得 論述或是整個政策主張 都希望是一個一家之言 我自己是想在非建制光譜裏面 可以在政策方面做得比較健全些 做得比較全面些 你見我們現在計劃的第一樣政策報告 我們是計劃金融政策 金融肥貓在這裏 張惡那裏 不用啊 大家較為關心的 像是社會話題 教育話題 政治話題 我知他們經常都說 不需要刻意去做一份政策報告 所以說法未燒到我的答 就燒完我的答 對 老實說 第一份政策報告 當然是早知道 大家以前未做過 而又有空位 即是你覺得非建制那邊 觸碰金融的比較少 是啊 真是很直接 而且本身我們自己會問一些業界的意見 我們自己有業界的聯絡 我們大約知道 究竟業界想做什麼政策 而我們認為非建制整個光譜 是應該要理解工商界的想法 這個我覺得是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定位比較QK 比較少時運那邊 即是年輕的組織會去碰金融那邊 相對來說比較少 我們不是運動主導 我們是論述主導 即是我們政策主張 我們說的東西寫的東西比較主導 老實說 搞運動 搞衝的 大把人比我厲害 我這些衝的衝得慢 我這些補位自然不同 但事實上 如果我們要推一些比較長遠一點的政策主張 或者比較 我們是要有一個施政的藍圖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執政意志 這個是一個方法來的 我們自己推自己的 agenda出來 有執政意志 其實就是說 都一定能碰到選舉 我們培養一些人才 又或者我們這些討論術 我們希望是整個非建制可以吸納到 本身我們這個位置已經是做了一些類似的 令到一些人執政 其實簡單一點 在傳統的 無論是 你說到 無論是任何派別也好 甚至是泛民主派也好 傳統的政黨 一般是 不單是金融方面比較弱 是在香港的 對於香港的 關於自己的 關於自己的 關於自己的產業的發展 關於香港的願景 他會說民生政策上 比較強 或者比較涉獵 但是 說香港怎樣持續去 經營 去發展 去 譬如說你要不要依賴中國市場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弱項的 就算是對這些政策有所回應 都是對於政府的政策有回應 譬如說 譬如說曾蔭權提出六大產業的時候 然後各大政黨 積極回應 這樣的轉型 但是問題是 他們沒有提出一些新的願景 其實 對於這個比較弱的一環 其實你有沒有想著去強化這一點 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在雲雲這麼多個民間的智庫 或者是有政府背景的智庫 有政黨背景的智庫 裡面你如何脫鋒而出 我們覺得是我們自己的網絡 我們自己找到背後的顧問 我們資訊到的意見 我覺得是我們比較深入一點的 我們真的會問業界的看法 而業界跟我說 非建制差不多沒有人會理 而我們為何是希望做 即是我們現在就算開宗明義都說 我們經濟這些產業政策 我老實說 我們是真的比較有心思去做的 一來就是因為現在沒有人做 二來就是我們是要搶那個話語權 因為在整個政治的光譜上面 大家會覺得泛民就是泛民 泛民就是反對政策 就是不斷地給予回應 他比較關心民生政策 但是在經濟政策 在產業政策是很空洞的 你叫記者去打咪 你頂盡你都是找一些業界議員 即是你頂盡IT 你頂盡莫乃國 你頂盡你可能一些金融政策 頂盡都可能 你頂盡都找梁繼昌 又或者你運地產的東西 你走去問姚從嚴 但是沒有的了 其他的 其他的產業政策也好 什麼政策也好 都未必會想到泛民主派的議員 預期管理是一個土大落差的 我們期望是我們在這個位置 是要慢慢去令到記者 或者傳媒 或者公眾 會覺得是有一群 非建制是有一群這些人 而他們是會 他們自己做的政策研究 已經有業界的意見 有業界的參與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搶了話語權 令到一些人會覺得 我們起碼 不是只有港字 但是這個高難度動作 因為你明白 金融也好 經濟也好 有一件事很尷尬 現有政治的分配問題 已經有功能組別在 你金融服務也好 你金融界也好 保險也好 各大的所謂金融的經濟代表 都已經直接在議會裏面 有所謂產業代表在這裏 你說要爭一個話語權 不要緊 你又沒所謂 你要爭取話語權也不要爭 爭取一個話語權的地位在這裏 你跟他們這些業界代表 又會是什麽關係 這個很奇怪 如果你說不是採取以前的老販民那種 總之一味反對你 或者你唱一些和你那些金融肥貓對著幹 在這種情況下 你跟業界已經有個直接代表 那是什麽關係 我給一個例子 最近做廣告所有的上市改革 說要走創新版 那些記者問張華峰的回應 張華峰的回應是很簡單 就說賺到錢便好 最重要是賺到錢 但是這個不是回應 這個不是政策回應 我們期望的政策回應 就是說 有創新初版 有同股不同權 我們要有什麽保障投資者 我們要引入集體訴訟機制 我們是不是要令到創新初版 那些機構投資者 我們的門檻應該怎樣設定 怎樣為之叫資深投資者 是不是應該要讓資深的散戶 也進入牆呢 例如說 現在的上市公司提高門檻 或者是取消創新版 即是轉版的簡易機制 這些是否應該要 是否應該自然取消呢 這些才是一個你真正的政策回應 張華峰的股 之前是一個 問題是其實業界裡 都分了第二個暗湧 你知道的另外一個陣型 有沒有跟他們溝通過 確實我們幾邊都有 因為老實說 最近我舉例 因為最近研究金融政策比較多 世界股那件事 分明分兩大陣營 一班是做學生的人 另一個是Derek Webb他們 兩班人在某程度上有角力 不止 舉個例子 好像大家簡單一點 那我便會考慮一下 那些什麼故事 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人物 即是古壇長霧 但是你那個引申出來的話 你要處理的問題 你不單止說 我股價跌 我要處理一些問題 我們是看後面政策 例如向下炒 是否應該繼續 一些公股問題 例如在上市監管裏面 我們是否應該要令到那些企業 不可以 即是它要某程度 是 例如沽空機構的監管 是否要有監管 即不是讓它隨意出report 隨意追擊一些股票 例如我們是否要 即是強制股票之間的互控問題 高難度 為甚麼呢 因為較為站前的 大家看到的 你可以說是David Webb 另外還有幾個 當時佔中的 自稱是死事 都叫金融界 所以變成說 你那個脈絡的來源 是否加科 因為我也是金融界 我知道那兩個派別 就不包括那一盤 所以你要問清楚你 如果有業界意見 我真的很想聽清楚 我講的不是佔中那些 不是那一間 又不是David Webb 那一間 還有 金融界的新進 其實是偏非建制那一年 是的 你見 老實說 金融界是一個比較本土的產業 傳統產業裡面 最本土的就是金融 即是他們和他們吃飯 他們會罵一帶一路 然後他們又不想任何東西 都好像被建制去控制 然後他們又覺得金融服務界 現在比中資更多 這個很過癮 的而且金融界的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現在北水南下 是的 所以現在 現在他們 他們面對那個生態轉變的問題 都是很嚴重的 我實說 他們對非建制派的印象 就是從來沒有溝通過 從來不知道那些人有在想什麼 我在上次 2012年特首選舉 叫做選舉 我們用這個詞 就是何俊仁 六八九 當時還不是叫六八九 以及唐英年 有一個銀行家 也透露過我聽的 他說 他三個都約 發覺呢 去到金融、銀行的範疇的時候 何俊仁的表現是最差 他除了不斷在說 金融霸權要怎樣益牙之外 講任何金融政策 技術可以完全白紙一張 令到他們的印象非常不好 所以這個位置 你是要填補 你看到這個空谷 但現在政治光谷 又是一個分配的問題 因為你又不是公共組別 那邊已經分了公共組別的議席 作為非建制 你立言 你爭取到華語權去論述金融政策 但你會吸引到什麼票 很實際的說 吸引到什麼票員 對非建制有幫助 我們不是看票員 我們是看長遠的環境 我們想 我們成立立言 我們想展現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環境 我們是知道香港要怎樣走 那班人是知道香港要怎樣走 怎樣走下去的 就不只是一個說 這就是Edward所說的 所謂可持續的問題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關於 你說到會比較多了解業界的意見 以及看實際的發展 去看香港的前景和藍圖 但另一件要觸及的事情就是 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問題 你見到香港其實是一個 非常之高度的資本社會 你見到甚至是一些很港民生的政黨 其實他們的經濟政策都是傾右的 甚至是民主黨 他成立的時候已經是右傾 那好吧 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們如果成立這個智庫的話 或者是這個類智庫型的組織的話 那你們會看的會是傾向於 可能是業界Oriented 還是會有一個意識形態做底 我們基本上是覺得 業界的利益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我們聽業界的意見就是 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困難 知道他們現在有什麼問題 知道他們想怎樣 但同時間我們不可能不照顧公眾的想法 總有一群人是不斷想解僱的 但不可能完全迎合這群人 另一方面 總有一群人會不斷去陰散戶 我們又不覺得陰散戶是一個很健康的市場 這件事我們一定會反對 但你說在工商界的政策裏 是否鐵板一塊 我覺得是 至少標準公司是否完全反對 我看不到 例如你現在最低工資 某一個位置 即是某一個人工以上的就不看 就不是計算最低工資 金融界不是生產成期的 是呀 所以標準公司 最後是哪些人反對呢 你看到是比較有飲食界 這些勞動力比較密集 密集營勞動的行業會比較 問題比較大 就算強積金對沖 他最擔心的是長期服務金 那部分 他們遣散費 老實說哪有一家公司想倒閉 對沖遣散費 老實說對沖遣散費 他們沒有問題 取消就取消 沒有一家公司會覺得自己倒閉 但長期服務金對他們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影響 特別是關中小企 所以他們會更加關心這個位置 但問題是我們做政策 我們做一些大艦圖 管治艦圖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完全偏一邊 例如說 我們仍然會覺得 標準公司是要立法的 因為對那些行業實質上影響不大 例如說最低工資以前 那些人都叫過命 但先炒了幾個人 還有其他公司10個 你見不到的 所以就是說 因為金融界的生態環境 跟其他勞工密集 是完全不同的 就算我見零售界 以前幫歐樂圈選 有些網絡 零售界、批發界那邊 有些是密集型勞動的行業 他們都不覺得 標準公司有什麼問題 他們只是覺得 標準公司那條線 他們怎樣畫得比較清楚 他們是怕出事 還有 你會說專業行業 去到標準公司那條線 在什麼人工以上 就不算標準公司 例如說 如果你一直做豁免 豁免這行業 豁免那行業 很多人會吵 但如果你用人工來畫界 這是大家比較理想的做法 金融界不覺有問題 但是同樣地 零售業都是這樣想的 你某一個人工以上 你不要畫界 你不要畫界 一定要跟標準公司 因為他們拿高人工的 你說中層、高層 你這樣的定位 會不會擔心 反過來 不是拉多少票 會不會得失了客員 傳統泛民的客員 多數都比較關心 以我的印象 比較關心民生 基層 不充特的 不充特的 賺錢的東西大家都要賺 你不賺錢的東西 怎會有錢做社福 但又會不會 講到MPF 退休基金 我們會討論一下 我們那些東西 全部跟泛民比較相似 只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怎樣展示到一個 畫面就是 工商界願意接納 或者是細節上 怎樣令工商界接受得舒服些 但又不影響你的政策管質 但有沒有跟證監聊天 有沒有找到證監聊天 當然不會 為何不找到證監聊天 因為他們都有投資者間 我有朋友 最近寫了一些文章 就開始被證監的人 在Facebook招呼他 找他去聊天 他最近寫過按揭乘數問題 就是他最近寫過海之戀 然後說案上案那些 證監都關注這些東西 金管局都關注這些東西 可能是拿了的 可能是拿了的 但問題就是 你溝通的話 你只要有些事情 你真的做了一個政策的話 我不覺得他會玩 其中一個進路 就是說 你們留意到一些 監管機構留意不到的東西 你真的拿來講的 他角色需要你的字 你有沒有跟證監談過 因為他們都很著重這個投資者教育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推了一件事之後 推了一件事之後 他再跟他談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想什麼都沒有 他在談什麼 我們推了一個政策 或者做一個政策報告 就是 讓人看到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那方面的 我們自己怎麼看那方面的問題 那方面的發展 但又不方便劇透 那些什麼 引正監談 這句話 三文文就是 不趕著 不趕著 留待劇情發展 剛剛你說到這個案揭等等 立刻想起房屋問題 香港 鑽屋就沒有任何東西 都是民以屋為先的了 現在每件事都炒得好 一牽涉到轉屋 那你們的政策研究方面 我相信一定會包含這個範疇 一定會包含 但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 現在你看到 這個本土研究社 他們在做土地的研究 我們都不會跟他們 黑夜搶在同一塊 因為坊間有這樣的研究 他們做得專門 我們未必會跟他們很重複 但我們處理的問題 可能會比較著重 例如按揭乘數 金融地產是一塊錢 兩面體 你走不掉 即是等於 證監會關注 踢爆了案上案 即是金融監管風險問題 有留纜 例如我們去關心 其實按揭和財仔是一個問題 財仔做生意 走去做按揭 但財仔的那張牌照 是警務處牌照 但它不是金融局出來的牌照 金融管理不是直接管財仔 它是通過管銀行來管財仔 財仔的錢怎麼來 所以本身 我們在說 監管財仔 其實同樣地 是監管案揭舉公司 因為有些財仔是 警務處登記 金管局 你會做監管不多 這條線不關他的事 不關他的事 那你是不是要把權 撥花給金管局 再用金管局去處理整件事 小心一下 會扭打 跟地產霸權一樣 金融那樣很敏感的 其實財仔那樣 因為他不是對公眾存戶 他不是對公眾存戶 的話 照到你 就不關金管局 但問題就是 現在的權 有人會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 你那個監管 為什麼是警務處監管 以前 財仔的歷史問題 因為有些黑社會的問題 放數 所以 財仔變成警務處監管 但問題就是 在現在這一刻 是不是要把它撥走 回去 真是專責去處理 專管財仔呢 因為 現在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你處理到按揭問題 或者處理到借錢問題 一定牽涉到財仔 另外 一定牽涉到 地產商可以怎樣去賣樓 你會說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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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過地產業界的人 他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限制地產商 去用地 壓地去再借錢 去再賣樓 按上按 因為 坦白說 海航就是這樣賣樓 中資國企買地的方式 跟本地地產商買地的方式不同 本地地產商買地是真金白銀 扔出來 但是 中資的地產商 他不是用真金白銀 他不怕借錢 他是借錢 再壓地 再借錢 不斷地用槓桿式去買地 所以之前金管局推出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壓止這個情況 幫幫忙 他找不去放地 抱抱他 不好意思 太陽很容易被賣樓 因為貓不能放在地上 然後 你賣地 買地 本身都牽涉到金融業的問題 所以 都是一個人兩個面 我們看到有人去做土地使用 土地用途 契約等研究 其實我們是集中在金融方面 但這是牽一發動全身 不是只是按常按簡單 如果我們只是做一些政策小三小譜 那我們不是原景 這個真的是牽一發動全身 不單是金融 每一個在家裡走的反夫 一旦碰到金融的鏈條 你牽引出來是好多的 金融、地產這兩條一旦軟 全香港都會動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東西 你動完那樣東西,其他東西就不會動 就像你所說,小手小寶就不需要你 如果不是小手小寶,當然是大動作 你要做管治難圖,你不能不大動 包括我們研究外匯基金的儲備 其實都是動很多東西 但是問題是我們覺得動的東西的意義 就在於我們始終覺得政策 不是動一塊東西就是一塊東西 動兩塊就是兩塊 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意識形態 我們動是動後面的主張 整個理念、目標是什麼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很清楚的 我們想金融業可以自己發展 我們想香港的金融政策 是可以令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以更加確保到的 就像Edwin所說 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我們可以自主到的 在金融政策上面 我們可以繼續維持我們自己有的獨特地位 在區域上或國際上 這個我們主張後面的東西 我們想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自然就有些東西要大動 就不是說我們只是集中在小出小補 因為敏感在什麼家科呢 去到這個路線安排的問題 你知道有些人永遠都說 背靠組國序地獎 融合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主張說 除了只說這個所謂可持續發展之外 還要說我們有一個所謂自主經營 主導權 在一個自定政策之間 會不會被某些人 又脫頂高帽 說你是金融本土派呢 你不怕的話 你會搞港獨 我們本身想做的事情 老實說 民主化也很需要說自主 哪一個民主化的理論 不說自主 哪一個民主化的理論 不說要連結 或者是要 你本身有這樣的實力 有這樣的底腕 才能夠推到民主化呢 這麼簡單 有些帥哥說 不要港幣要人民幣 但老實說 港幣為何還是有價值 就是因為它直接跟美元掛 這東西是人民幣永遠取得不到 不知道 國際流通貨幣不只是掛 這麼簡單 所以港元的地位 是否真的可以被人民幣輕易取代呢 你自己閹割自己 當然是早晚的取代 你的辯論對象 會是某位帥哥 高難度來的 對 我看你的宣言 牽涉到經濟自主 沒有可能取消港幣 只是用人民幣 那是他們的立場 對 就算我們看經濟自主 這部分 我們覺得 推新的產業 本身就是不斷創造財富 例如說 我們覺得外匯基金 不應該只是用來不斷投資 收回報 每年好像給政府 這樣 我們覺得 香港的金融資源 更過癮 不只是創造財富 它可以幫別人創造財富 我們覺得是應該抽一筆錢 去做Active Investment 即是說 我們是希望 有筆錢 就像大馬石那樣去投資 嘩 這個又是 主權基金 這個又很糟糕 外匯基金 都不能這麼勇 我們就說大馬石 這個主權基金 但問題就是 你抽一筆錢出來去做 你不會影響到 外匯儲備 本身是很多 曾經有人提到 未來基金 未來基金 未來基金是 Active Investment 是一個很長遠的投資 但是 有人忽然會問 為何你不把錢 扔到亞頭行 就是這件事 融合問題 我們 就算你說 我們自己覺得 為何要扔些錢 到亞頭行 一帶一路基金 如果你說一帶一路 實際上 我們做的事 香港自己 可以有自己的一帶一路 香港自己 自己版本 例如說 我們自己去看東南亞 我們自己去看 如何跟外國去連結 在金融政策上 或是經濟政策上去連結 其實香港一向都是 不說 對 一直在做 因為一直在做 你給面子是贏不說 是的 但是 它本身 我們走國際金融中心的路線 老實說 一帶一路 我們一向都在做 有哪一個東南亞國家 不是跟香港做的生意 你看看 金東 我們全部都是東南亞銀行 很多都是 老實說 如果你要去做一個 即是這樣的政策出來 我們做Active Investment也好 我們去吸引這麼多外資回來也好 我們是要有些投資 才有回報 所以就說 一天就說業界 都擔心要問一問 除了監管機構 你聊天 在美股之前暫時引人手 業界裏面 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叫KOL 想法未必和你一模一樣 但他們掌握了 金融機構的投資決策權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要做個論述 是關於香港的金融政策 定位對話的關係 層次都幾高 差不多要自己整個金融發展局的對話 我們自己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自己去做 我們的宣言 還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我們就算五個主張也好 有強調民間的角色 民間的角色 經濟自主 我們不覺得一切的事情 是由政府主導的 為什麼要政府的政策轉變 其實是否方便民間 我們覺得財富累積民間 才是一個最可靠的東西 我想這個槓桿 你用什麼的代言人 或者關係網絡 可以進入主流意見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推出這個政策 建議出來 我們是有信心的 如果你不是打通關係 老實說 不是有人願意背書 我們不會那麼主動出擊 OK 即使你們可以提到很好 很創新的一些建議 但具體如何去推動 會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舉例 你創新 Uber 即是共享經濟 即是即時影響到的士的業界利 本身 尤其是車主 擁有很多車牌 那些人的利益 而政府 又不敢動 這個既得利益 無論你們的政策建議 或者已經擁有多好 都沒有辦法推動得到 還會引起很大的反彈 你們有沒有具體建議 或者想過 怎樣有方法去推動這件事 老實說 我們自己 你說 我們推了一些政策建議 我們不是很期待政府一滴下 都會聽得到入議 因為他們的慣常做法 就是民間自己推的東西 我們不會照單純收 100% 我們頂罪了我們收拾問題 因為我們提出的政策建議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排名的 是否真的做到政策的改變 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 展示自己的現況 讓人知道 原來是有群人 有這樣的意志 去推動到某些事 那些事情 這是一個 心態上 或是理念上 的改變轉發 第二 我們先說一個 實質的政策轉變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推動動 推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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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到 dazu 不是突然間 說 我想推動一個政策 但沒有事發生 這件事情 可以醞釀出來 這個世界 沒有事情 沒有 即是沒有政策出來,你的政策都能推得到 我以前讀一個政策的政策 總是有些事情發生才能推得到 如果不是有學同自殺的話 我們今天是不會講到教育制度改革 因為政策存在了 即是我們慣常政府用的做法 一向是我們設定了一堆東西之後 有什麼問題出現了 然後再看看有什麼可適合 我不覺得政府的政策建議 或者政策的改變 不是繼續用這套模式 金融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前線那班人,不只是政府鐵辦一塊 你剛才提出了一個案子 金管局都會主動找人去了解 除了金管局 其實很多不同的金融會影響政策的人 都會存在 即使金法局那班人都是其中一部分 你的業界代表顧自然 你有不同的業界組織 所以變成金融的政策 一向社會都是相對主動的 比政府更主動 但是社會的意思 就不是泛民所理解的泛夫組織的那個人 反過來對於它來說 正如剛才所說的分配問題 它已經業界的利益代表 直接進入建制和政策決定的機制裏 行政也好 立法也好 甚至諮詢機構也好 走不掉的 一定會在這裏 鐵腳來的 你如果不利用這個所謂借力的話 你若打算 尋求創造的搶口 老實說 我們都是要借力打力的 例如說 我們現在推出sharing economy 我們都是借 老實說 現有的共享經濟產業 或者共享經濟企業 他們本身有些東西想推 即是說 他們有些人想某些官員死 即是直接說 他們很不喜歡創科局 那些環節便可以借力打力 看他們的底線去哪裏 你想推一些東西 你便可以推得到 也只是等這個存在 等這個環節出現 例如說 去年金融業界 有哪一個不是反對的上市改革 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殘色改革 為何推得到 因為後面有一個很強力的 即是 就是財團的代表 很強力地反對 所以整件事便出了 這件事確實是借力打力的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他有機會就是選舉年 是的 那另一方面 我很同意蕭翁自己的說法 譬如說金融界 你知道山頭相當多 而且他們的政策溝通渠道 甚至可能是不經議會 即是在行政會議上有人 又或者是他們的代理 即是找行政長官去聊天吃飯 在飯桌上解決問題 根本就不需要去到議會功能組別的議員 根本上回來便坐 其實所有政策的事情 都已經在議會外面談好了 那你這個做法就是 你現在的 即是立言香港這個做法 既有 你的說法就是既有一個 既有一個 既有一個自負的作用 但同時我聽他的說法 亦都兼了做一些 好像 所謂的倡議團體 就是advocacy groups的做法 而這個做法在香港 其實是少見 因為你看到就是說 不單是業界 他自己有所謂的稅客 所謂的代理 也好 買版也好 另一方面 其實亦都有政黨的角色在那裡 反而香港 亦都是有些 譬如說 針對特別的政策 譬如說 可能是 一些新移民 或者是一些 某些利益團體 即是那些 那些團體也在 但他們可能 通常是會有些 他們比較少是做政策研究 而多數地是會 通過訴諸一些社會運動 又或者是一些抗爭 又或者是平時是見一下官 遞一下請願信 那些做法 那你這個做法 其實可能是相對上面 去 在香港是比較少有些的做法 不是一個 會比較積極一點 去介入這個政治的做法 我們自己 介入政治的做法 就是我們 提供一些訊息給他們 即是給政黨 又或者是有志的人 是的 不一定要自己做 不一定要自己做 你一個 我們做的 最專長的事情 例如說 將來如果要做Lobbying 我們當然可以做Lobbying 但問題是要看那個Case 究竟如何做 例如說 我們自己去 嘗試去建構一種的模式 我們覺得香港是應該有一個健全的政策主張 因為政策主張背後是 展示你自己對香港的看法 未來的願景是怎樣 即使香港將來進入了什麼政治狀態 都好 政治願景 即是政策願景其實是一個 一個 變 很難變的東西 你可以對香港的未來 2047問題也好 民主化也好 怎樣普選也好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但政策是一個很實的東西 因為你怎樣去改變人的生活 改善 怎樣去令到香港有實力 這些是全部政策的問題 你政策的背後 你展示那個位置 就是一個自主意識 就是一個當家作主意識 這個我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怎樣去推動一個政策呢 這個老實說 是要看政黨究竟想怎樣做 例如說 我們見到民主派 現在分工 其實有分工嗎 我們都見不到很大的分工 我們覺得 就算 做得 政策做得比較好 當然比較貼意 可能已經專業議政了 嗯 但其他人是不行的 確實是 我們見到是我們要見解一種文化 令一些人覺得 有一班人是原來可以專責去做這些 research 我們是可以有些政策建議提供出來的 我們可以給出一些武器出來的 為什麼呢 如果留意有些各大學術機構 都有一些名嘴教授 經常拿整個半版版面寫東西的那些 背後都有財團給錢的 當然是大家 但不是的 起碼他們寫的東西 那些文件是另一件事 起碼那個傳媒也好 那個話語空間也好 肯定在這裏 但你們不是這個 老實說 我們都是期望將來 如果真的有些 我們做了幾份政策報告的 如果真的有人覺得值得支持 他捐款的 那就捐吧 老實說 我們期望之後 可能會請到全職的staff 全職的staff 可以全力去做活動 去做政策的報告 這件事也是好事 我們是希望慢慢去build up 因為現在籌錢很麻煩 你沒有實際的東西給別人看 根本籌不到錢 我們又不是銷售概念 我們是銷售實績 我們希望有紮實的東西出來 令人覺得值得投資下去 將來是有財團也好 他願意支持 怎樣也好 到時才算 我當然覺得是 但現在首先 我們覺得 當家作主的意識 如何透過政策的建議 如何透過我們的主張 展現給別人看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哼 因為還在等著劇透 另一方面 就是 其實你不排除跟不同的政黨 或者是有些 有利益團體 也好 有些 有心去從政的人去合作 那我想問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有沒有 即是你們的組織 有沒有政黨化的打算 政黨化 老實說 我覺得現階段 沒有什麼做得到的事情 第一 政黨 首先 香港 的政黨 其實不是一個非常之 健全的政黨體制 政黨要講 黨綱 有黨紀 政黨法都沒有 政黨首先 在政治地位 目標是什麼 政黨如果單單純純是為選舉 這不是一個最健全的政黨 政黨要包含幾件事 政黨要包含人才培訓 要有一個系統去培養出來 要有一個中心的黨紀 黨幫 去令人去跟從 令整個政黨有巴經的力 甚至說 你再發展下去 要有議席 要有政治影響力 但你現在 沒有這件事 你做不到 就算將來 你說怎樣去組織政黨 我覺得是要看 究竟將來 認同這些 要有紮實的政策主張 有共同的一個信念 有共同的政治信念 有共同的政治路線 才可以發展到一個政黨 最重要是講幾個 可能幾個議員 不是講一兩個 有四五個 可能要講四五個 例如說 現在整個民主派 有三個 有三個東西 一定是比較容易去招待的 民主黨 公民黨 和專業議政 你其他的 獨立的人 也好 自決派也好 他們都自己組織在一起 自己嘗試 用組織那些票 去刁野 但是 他們都是一人黨 很多都是 一人黨 如果我組織一人黨 為甚麼 為甚麼 有幾個人共同理念 一起出 贏了之後 到時再組黨 即是 組黨先 還是派人選 先 拿到政治影響力 我覺得 政治影響力比較重要 有政治影響力 到時有沒有黨 都可以 還有 香港的政黨的發展 是很取決於 究竟你對政黨的看法 你自己想政黨 變成一個甚麼組織 這是最重要的 即是 例如說 我覺得香港 比較發展得 比較健全的政黨 都是雲建聯的 雲建聯有黨校 有自己黨的培訓 有黨的機制 最重要的是 北京有一個很好的道士 還有近乎無限的資源 所以 有這些事的前提 你才能做一個 比較健全的黨 健全是 人是要吃飯和要生活的 那些建制政黨 尤其是民建聯 這些 可以為自己裏面的夥計 提供不同的出路 這個才是重要的 例如我選舉輸了 就可以找一個政協 人大 給你做 或者直接進入政府 但泛民主法 沒有這些條件 我們可以做一個政黨出來 我們在說 我期望一個健全的政治生態 你要做一塊政治組織 你不只是一個政治組織 你是要做一個生態系統 我經常都說 你的生態系統 你的生態系統 包含幾件事 可能包含政策 即我們搞長二做做政策 政策 政策可以回應到政黨的生存 而政黨的生存 不是單單是一個政黨 可能背後有社區組織 可能有些企業 即是說自己可以有經濟支援 即是教協 甚至說 它有一個國際的網絡 你這幾塊東西加在一起 其實才有一個生態系統 所以你一說生態環境的時候 就會講到這個 它的土壤問題 如果你說教協 諸如此的肯定就是教師公會 另外就是 如果你某些勞工權益的 它肯定就是屬於那個學員工會 就算你講到 有些政團那些東西之外 民建聯尤其是 自然有很多的同樣會 那些同樣會那些卷助 金融這一範 它自己差不多自成一國 不需要看到金主 講話那些清水衙門 其實後面另外有金主比 但它都是屬於財團 那財團的土壤 你能否進去拿這個養份 你見到我最近都在寫港股策略王 哈哈哈哈 我想我不用說些什麼 我剛剛也是在港股策略王 做完網堂 港股策略王 明白什麼事 我不用說那麼多 行家就明白了 另一方面 你剛剛提到一人政黨的問題 你考慮參與補選 雖然你說和立言香港的關係 不是相當大 但是你參與補選 你本身是要準備政光之類的 那你 你的 譬如說 可能是 政策理念 你或多或少都會和這個組織是有關係的 因為 你和這個組織分不開的時候 那你 你本身的立場都會相近 起碼的理念是相近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說一人政黨是相當之難發揮政治影響力 這個事實上是這樣的 尤其是你 即使你是有整個政黨進入去 你今時今日立法會的地位 都是相當之低腳的 大家都知道 反對都分分鐘不夠票 其實23條現在已經夠票過了 你按鍵已經過了 製造條件 他說 今天說了下半場 兩年半之後 來了 就是製造條件 我們上星期都說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只有一個人 你當你是當選 補選這個位置 那你怎樣去貫徹 你剛才說到 你可能是 對於政策影響的理念 我覺得 我們集中 建制內 我們沒有什麼 可以做得到 建制內 只不過是給你生存環境 就是曝光 資源 特權 我覺得特權 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 如果你不是有議員的特權 是沒有什麼人理會你的 而且你的信心是相當低的 代表性的問題 對 還有一方面調閱文件 對 有文件在手 你可以用公家資源去做研究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 議員本身給到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你在政策上是沒有影響力 未必先挨招 除非你是政策很重的分量代表 但問題就是 如果在工商界政策裡面 你作為一個非建制派的議員 你主導到整件事 你二十多票 老實說二十多票可能都會跟你的 他們可能未必自己有一定的看法 可能那二十多票跟你的 所以你捆綁 不是只捆綁你的票 而不是在工商界這些問題上 大家不會反對賺錢 所以是借力問題 所以我問過這麼多政黨的人 他們都會說 賺錢的政策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過了很多錢 業界覺得OK 而我們覺得又不超越底線 又不是令公眾利益受損的 都支持的 只要你不是傾斜任何一個行業 你不是傾斜任 例如早前飛機租任業減稅 大家就很生氣 因為傾斜來來去傾斜到幾個企業 但問題是 你為了業界創造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 沒有人會反對 這些你全部都是二十多票跟捆綁 另外來說 建制外 我覺得是集中的建制外 業界又支持 業界是逼到立法會員支持 逼到立法會員可能大部分都要跟 這件事其實是更加容易做得到一個改變 我老實說 立言香港的五大主張 我不覺得有任何人是會反對的 這些事情 建制派都覺得重要 建制派每天都會說 香港是否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即是覺得那件事是重要才會說 你覺得香港有這樣的優勢 香港有這樣的價值 維持一個兩制才會這樣說 所以 那五大主張是否只是 沒有一個派別的理念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香港人共同的理念 或者是從政的人 應該是共同有的理念 要推動我的政策改變 例如我最近跟進一些活化項目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民建聯也下水 民建聯甚至是說 因為那個區 我正在跟聯網去活化 民建聯的區議員下水 北區區議會 見到民建聯工聯會 一起動議 可以傳票通過 那件事是民建聯工聯會 民主黨 鄉事派全部都支持 即是支持街坊 要求公眾諮詢 是應該包含居民的 整個活化項目是有居民參與的 這些就是做了實事 我們要做到實事 即是說政策改變 我們不單止是說政治的意識形態 另一件事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借到力 去令到不同的政治光譜 在同一件事上有同一個立場 令到我們搞那麼多事情 最後又想不要那麼多人受影響 又或者多些人得益 多些人得益 這句是大家都拜的 是啊 我現在跟聯網去活化 有誰覺得居民不應該參與 每個人都覺得居民應該參與 因為那個地方是他們的共同回憶 沒有人會反對的 我們嘗試做多些沒有人會反對的事情 令到他變成一種既定事實 因為這樣開了個先例 將來很多活化項目 如果接近民居的 接近一個社區的 跟社區關係很緊密的 有個先例可循 其他都要跟 我們希望做到這樣的 一步一步的 我們要做實事的 應該是要這樣的心態去想 就不是說我們只是 這些東西 我們當然是自己非建制陣營為主 始終是有些矛盾 但是其次就是 政策上的改變 我覺得是應該共同推動 整個 所有的政治光譜 應該是要跟 因為這樣跟 你才可以突顯到 你的組織有這樣的影響力 你才可以突顯到 你的圖案是合理的 多人去購入 而購入的東西 可以超越了政治光譜 我們不是追求一個區駕的團結 我們是為了一個目標 而去做不同的政治 令所有人要跟 其實你說的是一些 實質上的事情 比較求同傳義的做法 簡單來說就是跨黨派式的做法 如果是為了實現地 推動一些改革的出現 這個是普普清的 一方面你也提到 你剛才提到 你假設參選 反而不是要用 你的組織 去購入你自己的議席 而是用議席的資源 以及你擁有的政治能量 去購入組織本身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你要知道 大家做譬如說政黨 或者什麼其他 都是一個政策研究的部門 有些人去做 然後就把那些議題 帶進去議會裏面 透過議員去發言 然後說自己的事情 然後嘗試在議會裏面推動 但是你這個做法 已經是議會的作用 已經不是相當大了 反而就是在建制以外 靠一個 靠一個致富 對致富的存在 去推出一些政策出來 然後等一些實在有影響力的政黨 甚至是政府去採用的時候 去推出一個政策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心態也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逆向去做比較好的 一來講 我現在立場香港 我是把很多自己的網絡進去 做整件事的 因為我覺得 那件事 你有的網絡 不應該只是擺在你個人身上 而是你應該要擺在一個組織裡面 令到一個組織 可以透過你的網絡去不斷撞大 這個是我成立組織的初衷 我是想把我自己有的網絡 有的資源 全部投資下去 因為人不可靠 終歸究底 人不是一件最可靠的事 但組織多人 相對地 你倒的機會比較小 那麼 我投資一些網絡下去 我也是很坦白 跟那些團隊的人說 我投資了Nervy下來 大家任用 任用 任用不生氣 因為 始終 大家都要建立一定的網絡 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 我覺得 即使我去選舉也好 老實說 選舉這件事 Denervy拿回來 不是我用的 Denervy拿回來 是大家用的 因為 我覺得 我們有責任 去令到更多人 是可以透過Nervy去生存 去建立自己一套 即是 我們不單止成立一家之間 我們希望 組織可以越來越多人才 去認識 剛才說的 你那個所謂資源也好 那個網絡也好 單說金融這件事 就是土壤問題 生產問題 的確有一個 我沒有一個灰色很大 有一個缺口在這裏 你其實業界代表 即是業界代表 業界利益 真正所謂代表 投資者或者普羅大眾 有受到金融政策影響 其實代言人是不多的 極其量 這個股壇長毛 這個激進的股東權益代表 你真是說 你功能組別裏面 不包括你投資者 除非你是基金經理 即是出市的時候才會有 例如是領會 有些民主黨議員 問題是那些民主黨議員 都不知什麼是一回事 先前去贊成領會上市 贊成嘛 阻人發達嘛 聯賣迷債全部都可以預防 後知後覺的 所有的衍生工具 全部可以預防 其實證監是有一個 用不到的値益 證監反過來 都沒有賺錢 其實投資者 尤其是散戶也好 那些基本上很難跟證監溝通 極其量叫做 投資者權益教育 你見到現在證監也好 交易所也好 又或者是金管局 全部都是山頭林立 大家各自為政 他自己是獨立王國 是建制內的產物 你要把獨立王國 每一個一個打散 變得貼在地上 互相有聯繫 才可以令到有些事情可以抵抗 矛盾很大 很難一起說對 這樣就要迫 怎樣迫 因為牽涉到利益不同 好像剛才你說的聯和區 為何可以有不同的組織 背景的政黨一起做 因為這不牽涉到大家的利益衝突 假設你剛才說的社區自治的主張 你又提到領會等等 社區自治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起碼一些小型店 家庭式店 可以長時間存在 就是一個社區的維繫力量 維繫街坊的力量 你領會到這個已經變成一隻怪獸的時候 你怎樣打破原先一些很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令到那個社區自治能夠重新建立 老實說 你要靠領展或者靠地產商 雖然不可能達到這件事 但你可以靠現代科技去解決這件事 我現在租的地方在大圍 最主要是希望在大圍裏做一些社區實驗 做一些社區網絡的建構 甚至我們希望做團購 可以做一些商戶的聯結 自己去做一些 令到他們自己可以有共同生存的環境 例如我們自己也希望做一些社區報紙 可能中間有些 例如推廣等 因為我們自己覺得 有幾個環節是 大家是共生的 甚至我們可以利用區議員的網絡 令到我們知道 那些人是想要什麼的 再去透過那種的 供應和供應 去處理到社區的問題 同時間又可以養活到一些社區的品牌 又或者社區的企業 那這一個是一個 我也是覺得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 我們過往的社區連結 我們全部都是講一些居民運動 又是講權益 但不是很講社區的經濟 不是很講社區的小店的生存 如果我們講小店的生存 我們一定要講到 我們究竟創造了什麼環境出來 令到他生存 最重要的是把租金打低 有沒有這個政策的福明建議 租金打低要靠政策 但你說社區自治 我們不只是靠政策 社區自治是講 我們自己商戶之間的連結 我們自己講究竟那些住戶 附近的街坊 是不是可以養活到商戶 那些商戶 是否可以透過他自己的連結 可以令到他自己可以有一個共生的關係 令到街坊可以在這個共生的關係之中有得益 令到整個經濟脈絡 可以變成一個很保持的 我先講過 之前講過 就是社區的建立 除了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互惠互利的關係之外 亦都是相互之間建立一個 trust system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在社區裡面建立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 可能是 關注小店或者關注社區 我們通常是留於一些文化上 甚至是可能是感情用事的角度 是很集體回憶 然後一小點一針 然後大家感懷身世 然後去排隊 最後那天去排隊打卡 然後幾千個讚 幾百個分享 但是實際上 一些比較實在些 他們怎樣去 繼續傳活下去的做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出來 那你做這個實驗 其實是 會不會透露具體會怎樣做 還是會怎樣做 現在我們也是在招集人 因為我們自己 中大很多的試驗 我們自己有很多 社區的項目 或者社區項目 我們可以搬下來做 我們可以搬到社區做事 因為他們以前有經驗 他們竟然中大都生存到 為什麼不搬下來做就死 而且他們都要自己去堅持 他們自己都想發財來搞 我們作為一個 我們可以某程度的扮演 可以做一個可惜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在中大搞的時候 你們面對的租金和社區 那些地方 不用租金是怎樣的 不用租金的 我們自己去 即是來講 我們現在扔夠錢下去 我們也是扔夠錢下去的租地方 我們是期望去分成那種方法 去處理整件事 即是令到那件事 可以維持下去 我們相信有一班人 是有心去投資 願意投資下去 但你說租金那方面 如果能生存到的 自然可以提高租金 你生存不到的 你再低的租金都給不起 但問題是我們更加重要 在一個共生的環境之下 我們是可以面對到一個 即是租金即使升也好 也好 我們希望令到小店都可以生存到 即是集中會有些平台去 向該社區的人去提供一些 可能是宣傳 又或者是情報的交換 譬如說那裡有賣熱的東西 有些便宜 然後那裡的品牌是不錯的 可以多些去光顧 然後定期提供一些優惠 有些團購之類的東西 這樣去做 其實這個是有些 建立了 除了在網絡上面 即是現實世界以外 也是在網絡上面 建立一個社區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又多了一門東西 就是IT 那樣的東西 IT本身的應用都很重要 例如我們做團購 我們本身都有IT的技術 這些大把人都 可能簡單地做Google Form都做得到 又或者是靠一些很草根的方法 你看到區議員全部 現在可以全購米、油等等 你看到 只要多街坊去買 便宜便自然可以入得多些貨 再分出來買 同樣的道理 我們要熟悉不同的社區特性 例如大維的特點 就是沒有商場 即是沒有大商場 有些地方比較偏遠 中產也有 高級註冊也有 公屋也有 我們可以透過了解不同的區域的生態 去幫他們做一些不同的服務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產品的買賣 我們現在都是嘗試做一些市場調查 我們都是嘗試 透過區議員的網絡去嘗試做一些市場調查 例如我們可能要了解一下 住得最遠的中產區 他有些什麼需要 他平時日用品有些什麼需要 甚至說 如果我們有本地品牌的團購 他最想買到什麼 這些都是我們期望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如果我們說社區自治 或者經濟自主 不單止是說附近的社區 而是說本地的生產 本地品牌的生存 因為我們說五個環節是環環相扣 社區自治和經濟自主有關係 本地品牌的傳活 他或者社區經濟的自主 本身就可以令社區自治 這個很有趣 因為這些是民建聯做不到的事情 教協有類似 教協就是一個市多 有些公社式的 他們是合宿社 他們是集中的 因為他們是行業 他們是公會 他們是公會 但是 Tommy的說法就是 除了一個社群的建立之外 其實是可以把 因地制而地 去把社區的生態完全改變 而不是民建聯做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政黨做區 他們的確是會了解我的生態 但是他們最多都是問市民 這裡是不是要多建一條電梯 爭取紅路燈十五秒 而且一定不能在我選區的公屋插針 你看看梁振英 哪一個民建聯給他插針 沒有 但是他關注高度 你小商戶在當地生存 以至於 你同時 令到當地的居民受惠 令到那個 這件事 剛剛說到的 就是創造一個環境 而令到他們享受到這種好處 而覺得社區自治 這件事是可行的 而去建立一種 可能是一種 本身有一種自主的思想 民建聯這群 不可能提出自主意識 其他另外 牽涉到要搞社區自治 一定牽涉到領會等等 那方面 因為領展 那些很大的租金 或者地產的既得利益 他們一定不行 所以沒錯 我正在說 為何和一些傳統政黨的做法不同 因為傳統政黨的做法 就是 你有事 你在社區裏面有事 你就去找區議員 然後區議員 就幫你遞上去區議會 當然推議會團力 就不太大 他最多是 再撐去立法會 然後 經過一輪的 可能解決了社區問題 整件事就是 就是 區議員 或者政黨的代理 是有求必應的 但是 反過來 這件事 你說的社區共生 這件事 其實是居民要自己去參與 不單止 你關注屋院的安全 或者其他 你要參與 月朱亞法團 或者居民大會 而是 你要落手落腳 在社區裏面 你要為社區作出貢獻 你同時 也願意在社區裏面消費 去推廣一些東西 然後令大家互惠互利的生存 這件事是一個比較重大的思維改變 而不是再靠一些政治的代理去實現一些事情 是自我實現 我們覺得有幾種心口不健康 第一就是靠政治代理 第二就是很情懷式 很感性地去保護社區的關係 這種都是很不可靠的 因為去到關鍵事件有才出現 那種完全不堅持 第三就是 我們覺得 那些東西不應該是一種單向 某某清晰的 一種的關係經營 你見到很多東西有些議題base 但議題base的話 我們只是某一個議題出來 其他議題的人都不會出來 但如果我們長期建立了社區關係 我們建立了一個 即我只是說 我們最終的目標 如果我們搞立言 那五大的主張 終極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要建立一個系統出來 有一個系統在這裏 我們才可以令到一些東西 真的推得到出去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系統在這裏 其實我們講這麼多東西 其實你隨便沒有一個關節便會死了 社區另一個動態 最近都火紅火綠的 就是這個 居民立運法團 業主立運法團 那些爭拗 由反圍標 開始洒落 變了很多個居民組織 開始搞 不要說自治 你起碼自己的屋村 自己要照顧 都風頭火勢 但地區層面 他們純粹說自己的屋村管理 維修的住宅 但和你地區的活化自治 又有沒有有機融合的機會呢 老實說我們也有根維標 我自己也有根維標 我也知道那些維標 但你不是屬於什麼藍運法團的 不是的 什麼藍運法團 老實說我跟過那些維標很兇 就是業主立運法團了他們的人 那 你這些位置 我們做這些經營 本身同時間處理著 發團的問題 其實都包括在內的 因為說社區的部分 你發團一定是社區的部分 不可能是 你做居民大會 本身我們都說動員 我們都說 我們覺得 應該要選哪些人去進去發團 大維修那些事情 全部都要搞 因為你越來越多 房子30年 你就越來越多大維修了 你還有服務呢 是呀 清潔也好 法律處理也好 衛生處理也好 有很多事情 特別是法律那方面 法律也是 法律那方面 你做大維修 你做居民的事情 一定是牽涉到這些位置 那 怎樣去幫他們解決問題 怎樣令到那些問題 可以有公眾的注意呢 不是靠居民 居民來說 我剛剛講聯網去例子 是完全居民去做的 居民去做 去Mobilize 了這樣的環境 土壤出來 變成推出很多事情 都比較容易去做 如果我們建立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居民去自己去做 我們去輕輕推他 幫他包裝 給傳媒去報 那件事容易做很多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只是想著拿曝光 那件事有得搞 馬上傳給傳媒 那件事變成由上而下 就很難去令那件事好 先前另外一個政治組織 即是所謂搞立法團的下 就純粹是拿裝卷錄一票 入屋 以及不讓人入屋 因為他一向都在做的 所以肯定會有矛盾 我們打法團 很多人打陣地戰 為了搶票 但問題是 我們看過居民關係 不是票那麼簡單 對 所以說 如果你突出自己的話 這次不是票那麼簡單 你怎麼入屋 你肯定會踩到很可能的地盤 肯定會 老實說 我動藍營香港 或者我們動的吳大主張 或者現在動的政策藍圖 一定會得罪很多人 但是得罪那麼多人 不重要 全世界得罪了 證明你最後的槍收是沒有得罪人 因為 要拿的是居民 我們要拿的是大眾 如果大眾覺得那件事合理 大眾就願意支持你 他們分中是說 他們不是關心全部 他們是關心一兩個議題 以及他們覺得其他事情 你很有建設性 你真的做到事 他們是願意支持的 我們希望出現 我們想扭轉一些文化 如果我們仍然能夠忍受到 現在那種 憑黨式的政治文化 我們仍然覺得 凡事應該是正在回應的 但我們沒有原景 我們只是很喊政治口號 但缺乏一種政治口號下面的 一種心間細作的 或者很落地 很全盤的 一個考慮 我們不需要這麼多事情 很大的心目 這個做法 除了比較沒有實形的政治 也有另一件事 就是你所說的觀念上的改變 不是逐個逐個拒 純粹地逐個拒打回來 而是要整個觀念上的扭轉 譬如說 譬如說 說到業主納運法團 就被屋苑隔離的屋苑 上了報紙 成功地去推翻舊的納運法團 然後建立自己新的法團 前期也是某政黨 某位很出名的 反維標議員出面 但是在議會 在該區前法團的 上任法團的人 就不斷派抹黑傳單 洗走的人 結果那個人就離開了 然後令居民要單打獨鬥 其實你所說的 觀念上的扭轉是很重要的 那種有下而上地 由居民去自動自發 雖然有政黨 有議員的輔助 但是到最後 都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 自力更新 去為自己的屋苑也好 甚至整個社區也好 去努力 去奮鬥 這件事 我想是 香港一直以來 長期缺乏的 一種觀念 太依賴政治代理 一些代表 我們覺得搞居民 居民才是主角 政治人物的角色 只不過是令他們 不要走錯那麼多軟網路 用他們自己的經驗 用他們自己有的網絡 地位 去幫助居民 走得更加順 但不是要他們主導 整件事 那件事是居民的 就是由居民做回 居民要幫忙的時候 政治人物是應該要幫忙的 政治人物不應該在那件事裡 是一個很主導的角色 這是我相信的觀念 如果那些人 自己著緊的 政治人物 插手下去 你只會 那件事很噁心 因為那些人著緊了 你達到改變的機會 就是最大的 這個是牽涉到有 移風易俗的需要 因為我自己接觸的 我也做過區議員助理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就真的 你說建制派那些 為什麼在區議會 那裡的力量那麼大 真的 他們是有一個心理 就是做到事 還有做實事 他們覺得這班人 是幫助他們做事 我就要依賴這班 而那些區議員 無論是建制定義 或是泛民等等 全國泛民 他們都是希望在選舉的時候 能動員到自己的支持者出來投票 那當然不會這麼著緊 去建立一種自主 自治的意識 這是現在比較多人說出來的 因為選舉不見人 對呀 而且發覺你多了有遺標 又這樣 開始發覺你自己 是自發的活動 你不出來 自己不出來不行 才可以慢慢慢慢開始有些苗頭出來 例如說 我早就說回聯和區那件事 聯和區那裡 那些居民做一些很黎民的事 我們自己去想 怎樣令到人更加關心這件事 我們經常都說 好呀 不如開居民會吧 居民會沒有人來的 但是你知道搞什麼是人來的 搞大社會會會有人來的 正常 這是必然的 然後搞大社會會 逼人去看你的展版 逼人去做圓文卷 才派食給他們 是最有效的 有些人願意說回自己的故事 例如那間 我不去那邊 我不跟老人家聊天 我是不知道 原來聯和區那些人 原來很多 以前舊的街坊 搬到長華村 長華村才是最大的客群 可能更加執著聯和區的問題 這些就是你要用很黎民的方法 而那些黎民的方法 全都是居民想的 政治人物 例如說民主黨 有民主黨舉區議員參與 有民建議區議員參與 他們離地 有其他黨立法會議員參與 但問題就是 大家的共識就是 完全不是很主動地加入的人 居民主導 大家竟然有這種共識 但大家很低調地去做整件事 大家都不是很搶貨 又沒有光環 又沒有三筆 但居民這樣玩 其實他們玩了一些東西出來 可持續性 就是我所說 因為你透過這些黎民的東西 你的群體越來越大 人們開始知道 你不搞大社會 人們未必會來 沒有來 他們未必會知道 原來市場 原來是搞活化 隨時被地產商投中了 將來不會再是街市 這些位置 他們去到這一刻才知道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 真正的改變 首先改變了一個人的心態 改變了一些文化 在文化之後 我們怎樣令到一些東西 可以落地 可以貼地帶來改變 這是我覺得 上次的活動 我學到的東西 而且 始終都是要人們 下手下腳去做一件事 才會有一個 而且是成功的 才會有一個信心的建立 如果你每次都要政治代理的話 往往是說 他做不行 就負責他 他做不行 他做不行 就好 就好 成功獎取 成功獎取 居民做主體 居民自己跟居民聊天會好一點 這樣想 如果能夠發大 來做 目光說對社區 就算對官都好 你想想 每一個區 其實都需要小販 經常食環和小販有事的時候 然後呢 全世界都當著那些官吵 這個其實是 全社會都通書 如果你把小販都拘捕 你說不行 你如果是小販氾濫 我也見過 也是不行 如果是社區自治 能夠做到一個 就是小販又找到吃 居民又買到便宜 又不用經常食環 站在街上被人罵 真的大家都贏 還有政府這次聯和區 這件事 政府壓力是大的 因為他未見過 搞這麼多活法 他未見過居民主導 他未見過 跨黨派是會共同立場 他們這件事相對是有些手忙腳亂 所以我覺得是有些改變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社區文化也要慢慢結 說到文化 你還有一個文化自成 強調香港本來有一個相當強大的文化 結果現在就開始向下產品 你怎樣提升香港本身的文化優勢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心態 就是 我們將香港文化要輻射到其他地方 我們不單止是說 我們只要守好廣產品的市場 我們是要想怎樣 我們再將自己的文化產業 去跟鄰近地區做連接 以前香港的電影或流行曲 全部都可以賣過東南亞 但為何今天不行 一來東南亞的選擇多了 可能他們可以看的片種多了很多 但第二呢 就是我們的市場 我們自己去看市場 我們覺得這樣有影響 我們合拍片當然不會完全反對合拍片的存在 因為合拍片的存在 有些人在打拆邊球 有些文化輻射回去大陸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合拍片的同時 應該有更多的片種存在 例如早幾年 其實越來越多 跟東南亞合作的片出現了 而收得不錯 那麼這一類的合作 是不是應該值得去繼續嘗試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角度 你剛剛說東南亞那樣 以前他們跟香港合作多 一向大頭之類 後來過了某一個很過癮的分水嶺 就是國內有一班很低裝的 拍了一部搞笑片去泰國 然後泰國的旅遊大旺 大收國內遊客錢 那樣的 是跳過了香港 用中國的電影市場 打開了泰國的旅遊市場 很過癮的 有沒有想過 其實就是那邊那些 地區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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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關的行業 到底是用什麼角度 最歡迎你 文化和合作 有沒有想過這樣 對 香港人很喜歡旅遊 但是那個旅遊的消費力 已經比強大的鄰國超過了 但是本身 其實很看我們自己的文化 產業 又或者我們自己對 香港的文化 是否真的有信心去令到 即是 跟東南華可以 交流到 大家的品味可以磨合到 創造一個更大的市場出來 因為 香港要真的看中國以外的市場 第一個 一定是看華語片 華語片的市場 在整個東南亞 東南亞 即是馬來西亞 和新加坡為主 還有台灣 其實你這幾片加上 那個客源 都說到一億 對 以前說的片 賣房一定行東南亞市場 就是這樣 你台灣的自己的片種 你只做二千三萬萬的市場 都可以找到相當多的收入 那為什麼我們去做華語片 找不到那麼多收入呢 即是同樣道理 我們說文化自成 當然不單止是說電影 還是說音樂 我們在文化政策上 我們是偏保守的 我們反而是偏保守的 我們覺得媒體企業 是不應該賣給香港支援意外 這個就是文化政策 台灣是很過癮的比較 台灣最近都推出了新南向 新南向包括了外語的範圍 包括了很多東南亞的語 是泰語、越南語 他都包括在內 我們的語言政策 沒有包括這些在內 我們談過是否我們語言政策要調整 我們覺得香港語言政策分兩種 一種是官方語言政策 第二種是緊急語言政策 當然我不會說地鐵站 我們要像新加坡那樣 要用五、六種語言 因為始終我們不像新加坡那種 我們是多種族國家 我們始終是英文和中英主導 所以我們做中英語也足夠 但在緊急語言政策方面 我們其實可以做多些 民間自發的多 以前欺負日 後來欺負韓 其實政府沒有預算 甚至不單是那些 我們說的是尼泊爾語 視乎相關性如何 因為剛才說韓文的過癮地方在哪裏 是親身經歷來的 當年你記不記得 太多美容事故出現問題的時候 政府打寫邏下 要參考鄰近先進國家的美容政策 反而他會懂得參考台灣的華語 他也會有機會參考日本的 相對來說多英語 不懂得參考韓國 但韓國其實是很大的市場 最後一段時間 有一個人 懂韓文的 剛巧有參與研究 然後主動提出 要研究韓國的美容業監控 這樣才可以將這些 所以文化和可持續是分不開的 你鄰近 你和他的經濟關係也好 交流活動也好 你一頻密起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不理別人的語言 你不可能不理別人的文化 就算是我們自己想做的文化政策 我們包含了 例如說 我們覺得旅遊景點 是應該強制去做幾種語言 強制話 我們應該要強制旅遊景點 更進一步 如果比較鄰近 比澳門 管得比香港嚴重 管得比香港好 例如 他不是說 警點一定要多個語言 反過來 強制是另一種 就是說 去景點的旅遊團 一個導遊 管得很嚴重 他考的盤級 難度高 因為他真的要管理那些人 認識警點的那些東西 要認識交通的安排 大堆的東西 很細節 澳門反而管得很嚴重 香港沒有的 只是逼買東西而已 拿命香港 逼買那些旅遊 叫做刀手 所以單是文化政策 如果牽涉到旅遊 作為一個交流的文化環節 只是比較澳門和香港的旅遊政策 相差多遠 所以澳門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是有些女霸 來自北方的女霸 打他們澳門的獨立 而他們澳門的導遊 是很團結的 爭取自己的尊嚴 香港為什麼沒有這件事 因為那些是刀手 刀手那些 他都知道自己在做壞事的時候 根本他都不講自尊 所以文化政策 還有另一個層次 有機會也會踩到別人 也是利益集團 因為我們自己去想 那個問題 就算去看 你看見我們五條線 最終是歸一的問題 就是我們期望 香港應該建立到什麼系統 如果我們覺得那五個環 本身是環環相扣的 文化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有關 和體制的問題有關 和社區和經濟的問題有關 我們自己這樣想 這五條線 總括到我們基本上 我們覺得涵蓋到所有的東西 我們覺得涵蓋到所有範疇的政策 那些主張 涵蓋掉了 可能是要問 不過我有一點點 我剛剛看到 你那裏說 基本法、教育、中國考察、必修中國歷史等 強行灌輸他方文化 在必修中國歷史這一點 我估計是事在必行的 包括傳統泛民、建制都一定支持 你們是否對這方面有保留呢 我們反對 我們覺得香港 我們應該由東亞史觀出發去看香港的問題 香港的觀點去看東亞史觀 這個是台灣現在的歷史課綱 正想要修改的方法 就是把中華歷史 去中國化 放在東亞史觀看這件事情 而不是中史 又是獨立成功 就是天朝史觀 去處理這個 所謂的 道統繼承的問題 因為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台灣也面對這件事情 究竟台灣的歷史 只不過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而牽涉到文化的問題 就是台灣本土文學 以前的爭拗 就是台灣的文學 究竟其實不是中國文學在台灣 還是台灣的中國文學 是中國文學的分支 這牽涉到其實是有一些身份認同的問題 是意識形態來的 這個很頭痛 意識形態是另一回事 但香港就是黏著大陸那件事 你如果不認識中國歷史 你如果不認識他的時候 你怎樣去面對這個對手 那為什麼只是必修中國歷史 而不是必修世界歷史 沒有問題 就是必修世界歷史 我覺得兩科 至少應該是中史和世界歷史合併 變成一科大的歷史 好像以前那樣 是兩科分開的 所有文科的學生 或者初中學生都一定讀的 但兩科分開有問題 中國歷史不可能不是世界歷史的部分 以前是這樣的 我課程我熟 以前是中國歷史一科 世界歷史中有一部分是中國史 而中國史是用世界觀的方式 去看中國史 是用中文寫的那科 是兩樣東西來的 會教也都會讀的 也都會寫的 所以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把中史獨立成科 因為現在林鄭提出的新的方向 就是中史 她都希望在初中的時候 獨立成科 做必修科 去強調 其實她想跟國民教育去結合 只不過現在國民教育未獨立成科 她就可能在中史教育上 去提倡這些 去提升愛國心 和對於中國的歸族感 課程的用心問題 我們永遠覺得 歷史科最好的就是同一歷史 就是 中國的框架 我們讀世界四大文明古國 當然你們四個一起讀 分開讀 中國的歷史變遷 本身是和世界歷史有關係的 我們講師頭之路 漢朝在搞師頭之路的時候 其他世界發生什麼事 中史科根本就沒有講到這件事 我們只是不斷講師頭之路 但沒有處理世界的政治格局 我們正在講 我們正在講元朝去到元朝 我們正在講 中國突然很強盛 數了這麼多個國家 也有很多人認為元朝不是一個朝 元朝當然不是中國 那你文天祥做什麼民族英雄 你反元朝的 所以最歸根究底的問題就是 如果中史不是擺在世界的框架之下看 我們讀中史 其實同來讀去 同一個國家是很合牙的 我們覺得 最重要是 同時間知道 其他地方發生什麼事 我們讀羅馬帝國 我們讀羅馬帝國 我們讀羅馬帝國三個時代 其他國家發生什麼事 我們讀這個美國的獨立史 美國獨立史的期間 究竟英國為什麼可以給到美國獨立呢 這些位置全部都要讀 甚至我們講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其中的密落就是 我們理解明治維新後 日本為什麼變得那麼強 為什麼八國國家可以聯合島 一起攻打中國 這些全部不是中國歷史的處理問題 而是世界歷史的處理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讀香港史的話 香港自己本身的歷史 是世界建構出來的 甚至說它本身是 絕對比中華人民共產 你似乎應該多加一個提倡 必修香港史獨立成科 我們不是說 一拆三 如果是世界史包括香港 就無所謂 因為我們覺得 香港歷史獨立成科 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歷史就是歷史 歷史科本身就是要令到 例如說 我們怎樣由一個世界的視野 由東亞的視野 去看香港的形成 去看中國以致整個世界 不同國家的歷史 這件事老實說 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歷史觀 如果我們將歷史觀 教協是否這樣看 我不理會他們怎樣看 要爭取他們同意 我們覺得這樣的歷史方向 歷史科的方向是比較好的 但問題是 你也知道歷史科裡面 有很多利益者 他拆兩科 就有兩個委員會 兩科的資源 他拼一科 他拼一科之餘 所以一定會影響到幾個利益者 你說找教協 我相信大部分教歷史 或者教中史的老師 都不會贊同你這樣 為什麼呢 平方 不懂得教很多 你要用另一種史觀的角度 看中國歷史 他們在認知範圍之內 適應不到 他們不知怎樣教 會恐懼的 所以 本身我們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碰歷史科科 現在 我們覺得最收貨 是歷史史科 是比較正常的 跟歷史學的道理 是比較科學 但是這科是極度弱死 學校很多都殺了這一科 覺得沒有用 但是歷史科 如果大家覺得中史科有用 為什麼不覺得歷史科有用 中史科有政治作用 中史科是政治力量 中史科是正在殺 而且世界歷史是政治的啟蒙 對 對 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到 關於歷史的教育 其實可能要提倡課綱 對 你研究教育政策 那方面 都要花相當多的心機 我自己看課綱 説兩句 課程指引怎麼訂出來 課程指引 只有一群學者訂出來 那當然不收貨 對不起 我暫緩一點 他不是只 他是一群表面學者訂出來 實際上是一群學界利益集團 去分架集團 定完出來之後 其實你每一科審議 你交到最後是要被教育局的常秘去過關 所以概念跟一樣,你一點牽涉到很多山頭 你要在裡面做到事情的話,你找不到錢的借力 你很難拆山頭 你有多好的政策都好,建議都好 最麻煩是你怎樣去打破原有的利益集團 或者重新有某程度上分配利益 因為我剛剛講的歷史,無論是東西方 你一提出有新的東西去改革的時候 通常失敗的原因就是利益集團的反撲力量太大 他們可以為了他們即使肉視是俱焚都不會讓一分利 這是很可怕的 而且你現在是世界大戰 是啊 你辣了很多火頭 我只是有新之年,可能一分鐘都看不到你這麼好的 你都很年輕 因為有新之年很長 你改革一個科目,花很多時間都未必能改革到 可能是二十多三年 但是政治推動力就很大 是啊 所以你要中史科 老實說 現在我覺得,就算你強修中史科 那些人都是倒轉頭讀 你說現在那些人還信不信那套外國主義 我覺得那些學生會是 讀完之後忘記了,考試了多分之後 老實說,我覺得這樣 最多都是這樣 所以你說,中史科他硬推不下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壞很壞 比國教科的事 甚至說,你起碼有一個平和標準 你起碼有Fueling the balance 你起碼有MC 你起碼那些東西是是非對錯 當然,我們可以判斷他 我們可以判斷他 但那些東西相對地是 毒害的程度比較低 這是很客觀的 我們理想和理想 現實還現實 現實他照成那麼好 就是說,那些人都是倒轉頭讀 那些老師都是倒轉頭靠 你要教少些文革,就教多些文革 就是這樣 他說他近代師教都不夠 他不會,很少教師會懂得教 但問題就是 你Cypus 都要包文革 你都要讀這個 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那些都是這樣 三法五法 那些大明大課全部都讀 所以,那些人全部都倒頭讀 吹宗史科,我不覺得是很大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大問題就是 有好一點的東西 那當然要有好一點的東西 沒理由不想要好一點的東西 對嗎 看看你在哪裏有著力 對 對 或者是 著力,我想要小心被多力分 因為你現在人手、資源等都很高 真的集中 例如金融,我覺得這個不錯 集中做多一點 金融又搞,社區又搞 對,然後教育又搞 哇,要被多力分就好 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去做一個藍圖 這樣完整地做 我們招得多些自動盜合的人 對,反過來看 你辣的凡數多 如果找到有多些所謂有生力量 會加盟你那邊,壯大你這個平台 是互相可以支援到的 反而是另一種入破都不談 我們希望做一些人才培訓 我們覺得鎮地戰本身是可以培訓 更多人才 人才的對象是在哪裏招攬 人們願意過來做義工 其實他們已經不斷地在招攬 我們覺得 是賺到食的義工 賺到食的,賺到食的 賺到食的無所謂 無人歡迎,因為賺到食最重要 多數是學界 學生也有多 現在有趣趣的朋友也有 我覺得我們的顧問團隊相對地下吸引 我們不斷地去做活動 其實這些是相乎相乘的做法 我們覺得這樣去做 我們招攬人才 我們說招攬人才不單是為組織 而是為整個陣營 我們需要一些兵工廠 但不會包在那裏搞投資工作 這個可以是一個很大的招攬手段 為什麼不可以 沒所謂 大家喜歡聽投資講座 一定有很多人來 一個跟食有關的 一個跟錢有關的 一定有很多人來 真的 不是的 可能你開社區課程 有些機會會有人聽 或者有些意見交流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說 你在不同的範疇去嘗試努力的話 其實可能是中間 有些過程中 不同的業界 市民 甚至可能是一些 政黨 互相去交換意見 去嘗試去做的時候 可能都會摸索到一些路出來 即是有些比較approachable的路 或者是某些業界比較容易蹊中 所以我們都是覺得 最後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都是 即是 我們的系統 為什麼我強調系統的存在 因為 它比一個組織更加大 容納的人的數目 容納到可變性更多 即是我們說的diversity 我們最後會發出另一種旋轉 即是一個良性循環 對 即是一個自己會轉的循環 有些人做fintech 做做悶的 這樣就轉 可能是跑體制 跑體制跑悶的 就可能做生意 我們期望是 可以慢慢建立一個 各位觀眾留意到 話題已經開了 張秀賢肯蒲頭 訪問了這麼多事情 但還有很多劇透未來 時間限制 稍後應該還有很多個別問題 這次開了個大盤 各樣的話題起了 稍後可能我們早做功課 到時再請張秀賢肯 或者志同道合的相關人士 講解一下個別範疇裡面 那個平台可以做到什麼 還有 接下來保存的形勢也好 接下來的政治形勢也好 廣泛跟大家分享 今晚時間可能真的有限 大家今晚休息一下 消化了一些正的東西 稍後有問題的 傳過來 我們回集了之後 稍後可能會跟那個平台 張秀賢肯爺再加進 好嗎 多謝再見 拜拜